春回大地 油菜花绽放灿烂的金黄 也带来旅游的财富 这个月基本上我们房间全部订完了 把下个月也订完了 雨润青山 大地贡献出竹笋和绿茶 也贡献出美满和幸福 我现在就好像大熊猫看到了竹笋的感觉 这里是浙江宁海 当地人正在把家门前的绿水青山 变成生活里的金山银山 咱们家乡春天美 今天来看践行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山水小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日踏青 最受欢迎最热门的景点 最近这几年应该算是油菜花田里了 很多人都会来这里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满目金黄 扑鼻芳香 的确是放松心情的好地方 那么今天的咱们家乡春天美 我们就来到了浙江省宁海县桑州镇的油菜花田里 三千亩油菜花与特殊的梯田地貌 组合而成了这个春天桑州镇最美的景观 作为宁海县的山区镇 近年来桑州始终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通过举办油菜花节等一系列赏花节庆活动 形成了红火的花海经济 桑州麦饼是宁海人最爱的地方美食之一 每年油菜花节期间 麦饼只成为桑州人向全国游客 展示自己美食文化的一张名片 我觉得怎么样这个麦饼 味道很好 味道很好是吧 里面是冷块的了 正宗吗 正宗 好了那我也去尝尝 好不好 小小的面团抹上猪油 包入各种各样的馅料 尤其是冷饭加咸菜的馅料 最受当地人喜欢 叠成半圆形或压成圆形 两面烙至微黄即可品尝 油菜花节期间 一个卖饼的摊点 一天可以卖到上千元 甚至更多 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这个冷饭卖饼多少钱 七块钱 七块钱 还行不贵 今天早上已经烙了多少了 烙了多少 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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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中间的米饭粒了吗 看到中间的米饭粒吗 哇 好烫 哇 拿不住了 出去尝一尝 那个米和咸菜混了以后 它有一个咸菜香的底味在里面 再加上虾皮变得很鲜 加上这个麦饼 就是麦粉 烙在外面那个烙出来的香味 烙了 就是会显得 就是有一种特别特别家常的味道 非常好吃 我相信很多有一定年龄的人 一定会吃 喜欢吃这种冷饭的麦点 除了美食 为了更好的配套当地旅游发展 桑州镇以美景为产业切入点 吸引投资商 依托独特的石器房屋 建造起多家精品民宿 花园里民宿就是其中的代表 当时我开中的也是这里的自然 主要是一个大自然的风貌 它有三股提田 还有最原始的藏菜 包括老百姓保持着最原始的工作手法 那它的四季变化是什么呢 现在是游戏花 再到下个月可能是隔山花 再接下去就夏日葵 每个月都会有游客 来这赴一场和花的约会 花海经济拉动了桑州镇 餐饮 民宿 购物等产业链的迅速发展 目前桑州镇 常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 旅游直接收入达到200余万元 离开了遍地金黄的桑州 我们要去往宁海县的深圳镇 这个深圳和广东的深圳有所不同 广东的深圳是土字旁一个川 而这个深圳是田字旁一个川 含义是山谷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深圳坐落在一片 被群山环抱的山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深圳之外 咱们深圳还有别的牌可以打吗 在旅游方面 作为一名资深的吃货 我必须要向您推荐我们的温泉养生菜 我们身边有非常非常多好吃的山产和物产 那么为了方便游客在第一时间 能够获取到我们最佳的美食的套餐 我们就从几十道菜里面 通过民众的推荐和营养师的一个挑选 最后订出来的这十二道菜 那我春天来最好吃的是什么 那必须得吃一下我们的那个手丝烤笋了 手丝烤笋 对 在哪吃啊 我们刚刚路过的那个南西村里面呢 有一家南澳餐馆 我推荐你啊 去他那里试试 他还可以带你上山去体验一下挖笋的感受 南西村就位于去温泉的必经之路上 伴随旅游开发 村里陆续有人开启了农家乐 而张春华陈玉芳夫妻俩开的南澳客栈 就在南西村的路边上 正因为我们南西村啊 坐落在这个深圳去温泉的这个必经之路上 所以好多年前当地村子里就有人做民宿做客栈 对 从哪个年 他们做的比较早 可能是10年左右吧前 就已经做了将近十年了 是的 你看这边全部都是客栈啊民宿啊很多 那你们家开的不算早 是的 哪一年 他们都是前辈 我们是15年开始策划经营的 为什么你们家给我感觉好像成为了这个村子里 特别经营的特别好的一家呢 你的诀窍或者是你们的拿手秘籍是什么 其实也没有秘籍 一个主要是他们有前辈在 开好了已经 我们也可以取经了 还有我家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吃跟住为一体 陈玉芳的丈夫张春华开客栈之前在酒店当厨师 做了一手好永邦菜 后来父母年长为了照顾家庭 也看重深圳旅游发展的机遇 夫妻俩一合计就双双辞职回家 开启了一个六间客房 能同时接纳四五十人吃饭的南澳客栈 常来的客人都知道 这个季节想吃笋 来找张春华就对了 要做手撕烤笋 笋是最主要的 对不对 对啊 那您家的笋是怎么买吗 不是塞上 塞上很多的都是笋 就这座山啊 过了马路小青年过去就是山 这也太简单了嘛 就是家里的食材随手就取来 是啊 可是我就去挖来给他 找给他吃啊 带我去啊 我现在带你去好吧 好好好 走走走 一起上菜 玩水烙 玩水烙 现在这山里的笋好吃吗 现在最好了 现在呢是东笋尾 冲笋头 生活在山里的人 对这个笋都有特殊的感情 对对对 有些年轻的老人啊 住在山脚跟嘛 嗯 所以脚跟摔好房子 后面就是株林嘛 对吧 那晚上当两三点钟 四五点钟的时候 这个船上来 能听到声音的 石头都得动嘛 小心点啊 正好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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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好像大熊猫看到了竹子的感情 很想啊 来一口 哈哈哈 带着山间泥土的清香 这就是春天带给我们最好的食材 三个城市 走走走 好 带着山保特 是 在山脚 这就该是 你寻找起来的 没想到 习乱 几起来 我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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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手撕烤笋 要用手嘛 其实是指 我们在原来 自己在做的时候 它很凉的时候 也能吃 所以叫 可以用手拿着吃 所以叫手撕烤笋 笋嘛 它里面就是这种 一叶一叶的 你看 你尝一下 哇 甜 咸 然后 它的那个酱味 是非常舒服的 加汁里面呢 就会稍微放一点糖 就这样 就是本身就很鲜了 再加上糖的提鲜 加汁的味道 真的超级好吃 我形容不出来 你有机会 一定要自己来吃 当然要春天来 小小的南欧客栈 开业四年的时间 如今全年就有了 百万元以上的毛收入 纯收入可以达到 六十万元左右 这样的发展 对于张春华 陈玉芳夫妻来说 是事业的改变 更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我原先在党工的时候 我们纯粹的是事业 我这里的话 既有事业又有生活 其实就是一边享受了生活 一边挣到了钱 这边的游客 一年比一年在增长 然后我这边收入 也一年比一年增长 这样的话 让我也开到了前方 也有个盼头 守着家门口的绿水青山 证出了自己的金山银山 有啥比这样的生活更幸福 你不给人家 就这边看我 不给人家 你不给人家 也不给人家 有啥比赛 这边的之处 就这样 这边吃了 用你说的 是否决定 编决 你不带 这边看我 得$0 不过 那边 我 你不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看过他们炒龙井或者炒别的什么茶 都是用一个铁锅用手在下面炒 一下烧着火他们用手炒 您这个杀青使用机器是吗 一个师傅的话你如果用手工炒 一天五六斤是差不多了都怕累了对吧 那么一天几百斤的话根本来不及的 李大姐告诉我们用机器杀青的工序称之为烘青 产量高质量也比较稳定 是近些年来他们最常采用的杀青方式 但是记者在采访李大姐的过程中 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我在这里要采访他我要一路小跑跟着了 要忙什么了 这个时间不能过了 这个时间不能过了 时间一旦过了以后对茶叶的质量会有影响 是吧 影响很大的 其实这个过程每一个工序 一个过程没有 不是是分钟一秒计算的 采访李大姐非常不容易 尤其在炒茶的过程当中 你这边还在采访他 他那边某一个环节的时间已经到了 对于他来说 这个环节的时间一到就像军令一样 军令一下马上就要去处理 否则的话他这些茶叶对他来说就不合格了 对质量的严格要求 可能也就造就了他的名优绿茶 也就造就了您的这个制茶高手的名称 近乎透明的浅黄绿色 对 它有一点点像那个树梢新帽的那个芽 那种嫩绿 鲜爽 对 清香 清明前每亩仅产一斤的绿茶 每斤的价格都在五千元左右 而且供不应求 再加上后续的绿茶 即红茶 白茶 黄茶的不同品种 承包三百亩茶园 给李巧红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而且从中得到收益的 还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阿姨 我看您刚才就一直在这寄 这寄的是什么呀 这每天能摘来的金额多少 每天他们每个人摘了多少 是吧 这个里面今天上午最多的是谁 小鹅 一百十六块五毛 小鹅 今天采的最多 一百一十六块五毛 是吧 今天采的最多 前几天采的钱 小鹅多大岁数 七十多岁的小鹅 采的最多 江南的茶园 总是能让人体会到春光之美 而每年的春茶 更是大自然 给我们最鲜美的馈赠 怎么采 怎么采是掐 还是拽 也不能掐 也不能拽 慢慢地扳下来 你看 这个芽是这么长的 这个叶是这样的 我们有方向的 不能用指甲 用指幅 那它是这么长的 我就从这边掰下来 为什么不能用指甲呢 指甲它下两多分来碰着 指甲的话 它要发红发黑 颜色就跑开了 对 在李巧红这里采茶的 大都是周边的农民 平均年龄已经超过六十岁 但是说起挣钱 他们都和年轻人一样努力 根植于骨血当中的勤劳儿子 已经成为这个春天最美好的词汇 不停地这样这样的采 真的很辛苦 但是置身于这样的群山当中 放眼看过去满眼都是春天的心率 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干活 据说摘一把就是五块钱 摘一大把就是十块钱 就是捡钱呀 来吧 那个干完活这儿是管吃 管吃管做 好不好 我看有鱼有肉嘛 那就是好呀就是说 就是好啊 四块钱就跟咱们一样的 就是好嘛 全部来啦 这里风景好空气也好 坐在这儿跟着采茶 我们老板也美啊 清理也对我们好啊 老板也美啊 才能感受到你看这种 其乐融融的范围 温温温温温温温的 在这个普通的春天 宁海人按部就班 过着平凡的生活 但是这份生活当中 有油菜花的甜蜜 有竹笋的清鲜 更有绿茶的芬芳 春天为他们带来了财富 也证明了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道路 宁海人是越走越宽 越走越幸福 这些年来我们县里边 通过生态发展 绿色发展 来让群众致富 从千万工程实施以来 我们农民的人均收入 增长了六倍 农村居民和支配收入 三万亿元 这样的工作 真正是我们本地的群众 走出了一条 从绿水青山 走向了金山银山 这样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自然馈赠的风物 遇上有心的人 便被赋予了鲜火的生命 它表现在鲜美的味道 鲜爽的口感 甚至是鲜活美好的幸福生活之中 这样的春天就在宁海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生财有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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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